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眼波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天学 第1553集 宫星儿 宫星月叹息了一声 一脸无奈 放开九儿 你放开他 他就没事了 宫星儿说得将放九儿放开 抬眸 眨巴着眼睛问道 九儿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叫星儿 宫星儿点头 姐姐是月亮的月 我是星星的星 星星离不开月亮 所以我不能离开姐姐 宫星儿回头 晚上宫星月手臂 月亮没了星星不行 所以姐姐也最爱我了 小家伙的得意 不像是装出来的 看得出他真的很爱宫星月 他以宫星月为荣 嗯 你和你姐姐一样 都长得很好看 谢谢九儿 宫星月含笑回应 你到底跟着谁出来的 宫星月垂眸 拧眉看向宫星儿 你就这样出来了 也不乔装一下 不知道危险吗 姐姐 你不是说有了龙影 天下去太平了吗 天下太平了 我为什么不能出来 放九儿轻笑 原来你姐姐是这么说的呀 啊 九儿 我跟你说啊 我姐姐她 嗯嗯嗯 龙星儿抬眸 看着捂着她嘴的宫星月 她一双墨色眸子 一眨一眨 甚是好看 姐姐 姐姐 闭嘴 宫星月四周看了一眼 低声提醒 九儿的身份 龙影的事情 现在还不以外传 明白吗 嗯嗯 宫星儿瞪大圆溜溜的眼睛 看着宫星月点点头 龙星月深吸一口气 才将她放开 我不管谁带你出来的 只要你不听话 我立即让人带你回去 嗯嗯 龙星儿死死捂了捂唇后 用力点头 她松开双手的时候 一脸白皙的小脸 都被她自己捂红了 姐姐 你放心吧 我知道了 我不会再乱说话了 不要赶我回去 龙星月 扫了龙星儿伸出的小手一眼 龙星儿立即收回手 不敢去拉她的姐姐 她勉强眯眸笑了笑 回头看着凤九儿 九儿 走 我带你进去 我都在这里走了两天了 我很熟悉的 凤九儿点头 有了龙星月的提醒 至少她不会再提龙影这些事 但凤九儿发现 这丫头经历是真的好 是很好 超级好的那种 九儿 瞧姐姐 你们看 前面就是客栈一条街了 走在前面 一蹦一跳的龙星儿 回头看了一眼 刚才她带着大家 走了一趟南山静寺 现在又带着他们 往客栈方向走 南山静寺人不多 安安静静的 凤九儿说不出 有什么古怪 第一次以游客的身份进去 他们算是走走 过过场便离开了 那里有五家客栈 每家客栈装潢 都很华丽 也各有特色 我最喜欢的 就是客栈外的街道 街道两边 都是小铺 摊位 什么吃的都有 可惜我们有多少银子 很多都吃不上 龚星儿最活泼了 她一路蹦蹦跳跳 像只可爱的小白兔 穿过一个湖泊 再往前走走 走出一扇门 一下子就热闹下来 果然是一条街 人来人往的 和外面镇子上的集市 可以相提并论 而且来这里的人 穿着要比外面的人好 相应的 不管是铺子还是摊位 都比外面要高档一些 哇 龚星儿不知看到了什么 立即加快脚步 在大家目光下 她跑到了一个 拿着木架子的老人面前 这里的冰糖葫芦 怎么这么大呀 昨天都没有的 大叔 你家冰糖葫芦好大呀 好吃吗 龚星月 看着自己妹妹口水 都要流出来了 也只能加快脚步 当然好吃 妹妹 要不要来上一份啊 龚星儿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 点点头 很快又摇了摇头 可以是一颗吗 她伸出小手笔画了一下 就一颗 我吃的不多 一颗可以吗 那不行 我这冰糖葫芦都是一串一串卖的 给你吃一颗呢 我剩下的怎么卖啊 这样啊 那我吃完一整串好不好啊 我吃完一整串 你就不需要卖出去了 好不好 老人家皱眉 摇了摇头 不再看龚星儿 哎呀 小姑娘 好看是好看 可惜脑子不好使 龚星儿 却眼巴巴地看着 别人的冰糖葫芦 一双眼睛闪闪发亮 并没有在意老人家的话 可以吗 可以吗 龚星儿 龚星月 气得跺了跺脚 你能不能有点羞耻心 这里是外头 龚星月生气归生气 但在外面 还是很顾忌 她妹妹的面子 所以 她的声音 是经过压制的 听见的人不多 龚星儿回头 看见龚星月 顿时笑容满面 姐姐 她快速过去 拉上龚星月的手 姐姐 我想吃冰糖葫芦 你可以给我买吗 我没有钱了 姐姐最好了 姐姐快 龚星儿 拉了拉龚星月 立即回头 看着红彤彤的冰糖葫芦 就像担心自己少看一眼 她却会跑掉似的 龚星儿含笑 看着老人家 说道 我有姐姐 我姐姐会给我买的 给我留一串大的 我要最大的 刚好有几个小孩 牵着他们爹娘过来 老人家 没空理会龚星儿 龚星儿这才发现 她姐姐一点动静都没有 她回头 对上龚星月的目光 星儿 你已经长大了 龚星月 一脸恨铁不成钢 姐姐 我长大了呀 我每顿都吃三碗米饭 我真的长大了呀 姐姐你给我钱就好 你不想过去 我可以自己去买呀 星儿 龚星月更加着急 其实 她是有私心的 要是可以 她想带着龚星儿上路 她这位妹妹 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龚星月想想 要是龚星儿 能有点担当 她就能引荐龚星儿 进龙尹帮忙做事 没想到一段时间不见 这丫头身子好像长了点 脑子却一点都不见长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